我們今天這節是最後一次的進度 翻到228月 那還記得我們在上禮拜 他整個中南美洲的古文明三個 他馬雅已經講過 那在這之前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講那個賈格戴姆的理論 也就是說為什麼整個美洲新大陸的發展 他是落後於舊大陸 那為什麼疾病這麼容易就摧毀了這些文明 我想他是我們在談這些的基本的前提 那直接看到在228月的底下阿斯特克 阿斯特克在16世紀 後來西班牙人克迪斯來的時候 他正發展到全身 所以我其實看這種的過程 有點像是一個悲劇 當他發展到最邊峰的時候 阿斯特克的文明就被疾病 就被西班牙人所摧毀了 那我們先看這個過程 我們上一節課提到的 瑪雅在中美洲的尤加敦半島 在這個位置 阿斯特克在他的西邊或者北邊的地方 那他完全在今天墨西哥的境內 而阿斯特克的首都就是今天的墨西哥城 這個是一個從空間上把他的版本做確認 那我在美洲講帝國的其實都不真的是我們講的 歐洲亞洲那種帝國 他都不是中央集權的 他其實是一個收稅的體制 也就是說這些地方如果像他繳稅的時候 他往往就承認這個地方的自治的權利 所以比較像是間接的統治 或者只是某種程度的上下的隸屬關係 那他的版本也隨著他能夠收稅的城邦 一直有一些變化 那這個是某一個描繪的圖 這看起來很驚人 像是某種太空船之類的 今天墨西哥城原本有一個非常大的湖泊 那阿斯特克的首都就在湖泊的中心 然後透過橋樑跟土地來做連接 那所以我們如果用鳥看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畫面 那他一直有一個天然的防禦的形態 就是說我們在歷史上這麼多的文明 這個大概是最特別的 就是把首都蓋在湖的中間 那這個是他的首都塔諾奇提蘭的復原圖 那中南美洲都一樣 他都有階梯式的金字塔 他是政權的象徵 是宗教的象徵 也做天文台的使用 也做祭壇的使用等等 那這樣就更威了 這是一個美洲豹的戰士 他是把一身 就是把整隻豹的豹皮穿在身上 然後他的頭是從那個嘴巴中間出來的 這是豹人 然後他穿的是夾腳拖 蛤?還真厲害 要解阿茲特克的歷史呢 這課本沒有講好但我想提 大概曼多薩手抄本是一個 講之前你先把二二九葉的第四行先標一下 他是整個中美洲最大的帝國 十六世紀初世裡最深 所以我們剛剛講他是突然被摧毀的 下面文明特色首都在金葉默西哥當時叫塔諾奇提蘭 那底下那些什麼專制社會階級劃分嚴格 這些其實在中南美洲是普遍現下 我們就不特別看他 那頭影片的曼多薩手抄本 曼多薩是第一任新西班牙的總督 也就是他們把整個中美到北面的地方 叫新西班牙 那就以這個總督命名 會叫手抄本 他是當時等於是西班牙國王 掌握這麼龐大的殖民地 可是西班牙的國王會不會來到中南美洲 不會 因此這些殖民地的總督官員 就會把他們所統治底下的 美洲的原住民他們生活的樣貌 或者這一些西班牙人 跟美洲原住民的生活 就是說統治的一些狀況 畫成手抄本 他是圖畫旁邊搭配文字 就等於是給國王過目 那後來這些東西被收到圖書館當中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我們了解 阿茲特克的算是一手的資料 那課本也有這一張 在圖11至14 這樣很驚人 這樣是整顆西藏噴出來 好有趣 但他是畫的 我們會感覺他就是畫了 那還好只是畫 要不然真的是 那在阿茲特克大概是我們看到的 中南美洲的古文明 對於所謂的殺人跡神 也就是人勝 所以熱衷的話 你看一下最後一段地方 第一行殺人跡神 那其實在一些 比較早期的文化的傳統當中 就像你知道像台灣的原住民 是不是也有那個 有些族群有獵人口 那他背後方有一個很複雜的文化的儀式性 或者整個社會關係的某一個層面在裡面 我的意思是說像西班牙人也把這個東西 就是視為阿茲特克人殘忍的一種象徵 但我覺得跟西班牙人統治的殘忍比起來 這個真的不算什麼 那更何況這個東西背後 他是有一個複雜的 剛剛講的社會跟文化的這個面向 那這是課本講的 他們往往以人作為犧牲 最主要是祈求豐收 所以農業也就是整個經濟的核心 在這邊扮演的是重要的角色 所以他們會在作戰的時候 可能最主要不是取得我們一般所謂的戰利品 但比較重要是要取得戰俘 因為戰俘就是作為人犧牲 就是給神的犧牲的一部分 那這個是長者就是年紀比較大的 期老之類的服食麻醉品 那服食麻醉品是某種享受呢 或者是延年異熟 這可能在他們文化裡面有一個感受 那阿茲特克有文字嗎 我們上禮拜記得瑪雅有什麼文字 有啦 長的那個 就是Q打都給錢 好 那阿茲特克看起來好像有文字 你看一下這一張 好 這個是瑪雅 我們上次提到那個都長這樣 那阿茲特克的長這樣子 感覺上都比較像是圖畫的文字 可是阿茲特克一般我們並不認為 他真的有文字 那為什麼 因為他每個圖案或者說每個文字 每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 賦予他意義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賦予他自己的意義 那個不叫文字嗎 文字的意義就是它是大家共通的某種意思 因此雖然阿茲特克看起來像有文字 但我們不認為他是有真正的一塊文字體系的 好 那我們看到在220、231的地方 直接看到瓜特克斯國民的消滅 因為課本是寫在後面 那1519年的時候 從加勒比海原來西班牙人 在哥倫布之後已經統治了這個峽區 那有個冒險家柯提斯 這個時候就往中美洲進軍 那其實這一段要講是比較複雜 因為他在加勒比海這邊有點混不下去了 因此有點另行出路 那課本也提到他征服的路線 所以他是從加勒比海這個地方 先到了塔諾奇提蘭 消滅這個帝國 然後再往南遮返 那因為瑪雅當時已經走下坡了 所以這個地方就沒有什麼征服 只是一些比較靈散然後分裂的部落 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看到就是柯提斯進軍的路線 因此最終就是抵達了塔諾奇提蘭的那個大湖 也就是首都的所在地 那這個是柯提斯騎著白馬入城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版本的武馬圖城跡 因為當時的阿茲特克人覺得他們是 他們神話裡面的某種形象 就是羽蛇神的形象 你看一下在注釋第二229頁 傳說中的羽蛇神 是烙腮虎然後赫髮白皮膚 因此他們就把這一些來的西班牙人 當成是神明然後奉為上兵 那在我們的課外讀其實有寫到這一段 後來是柯提斯綁架了阿茲特克的領導人 就是蒙提夫馬 那在美洲是這樣 他們跟外界很少有接觸的機會 因此當後來柯提斯用一些 可能是手段軌跡 這一些美洲的原住民 完全沒有設想到的方法的時候 一開始其實是受驚嚇 我們現在講這些東西 你都會覺得可能是滿懸的 就是說明明人數這麼少 但他卻好像用很輕易的方式 就征服一個大地國 那我們剛剛還肉體了一個就是 疾病已經提早一步來到了阿茲特克 因為各位知道疾病是在人的身上傳播嗎 所以有些美洲原住民 當他已經跟西班牙人接觸再回來的時候 當時對這些阿茲特克或在南邊的印加來講的話 疾病都有些流行 所以往往西班牙人面對的 也是一個比較容易征服的領土 所以在這邊看到的就是神話 也站在西班牙人的這一邊 那這個是後來整個中北美洲的 新西班牙的總督峽區非常大 而且他包含了今天像是加州啦 這個美國中西部一大片的地方 還包含了佛羅里達 所以後來我們都知道英國人五月花號 是不是到了美國的 應該說當時是北美洲的東岸 法國人沿著密西西里河 因此北美洲其實後來有點像三明治 英國人 當然還包含荷蘭人 法國人 西班牙人 這個東西我們也順便介紹一下 那再來看到印加在課本的231頁地方 第二好 印加在15世紀前期 逐漸發展成龐大的帝國 那如果不考慮細節的話 大概到16世紀他還是滿強大的 那他的版圖就在以整個安地斯山脈為主 我覺得不管先用任何標準來看這張照片 能夠在這種地方發展文明都是奇跡 因為這個地方他要去蓋建築物 然後他怎麼樣去 就是說怎麼樣去有一套的統治的體系 然後讓這一些人心甘情願地 在這個地方從事這些建設 並且建構一個完整的交通 那今天馬修比丘已經是世界文化一致了 好 那印加有四大行政區 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整個南美洲的 靠近太平洋的這一端 每個顏色代表一個行政區 他跟我們剛剛講的阿茲特克不一樣 他其實只是一套收稅的系統 各個地方還是保持高度的資質 你把地段最後一行劃下來 他沒有文字 然後第三行他的首都在庫斯科 這個地方大概是今天秘魯的南部 等到後來西班牙人征服了以後 當然庫斯科就在我所謂的地方 他是在山區 後來西班牙人邏輯 因為他們是海上的強權 就把整個統治中心搬到了沿海 所以庫斯科已經算是一個 後來逐漸沒落的地方了 但是你看這一段印加對地方的統治 不加過然後高度自治等等 其實這都不是我們一般意識到 那裡中央極權的帝國 那你看到在客本的231頁的第一行 他的梯田 他的運河 他的水壩 他的灌溉設施 客服自然環境的限制 還有第三行的道路網絡 西班牙人很驚訝 來的時候 他們後來會覺得這些人很容易征服 但卻看到他們在崇山峻嶺之間 山跟山之間構築吊橋 或者是在一個很齊趣的地形 是有道路或者一些線階 他們覺得非常驚訝 那所以我們可以講說印加人 是整個古文明 美洲古文明當中的 有點像羅馬人這種角色 他們的公共建設非常的發達 那他們沒有文字 他們也沒有貨幣 他們用布料來作為教育的媒介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他們的建築 這也是一個奇蹟 他們把食材切割成不規則狀 彼此的整個鑲嵌在一起之後 這些石頭就再不會分開 所以他們不用用任何的 就是像那種什麼水泥之類的黏著 我覺得這種東西牽涉到很精密的計算 還有精密的石頭的切割技術 我光看這一點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高度發展的文明 那只是因為新大陸跟舊大陸的邏輯不同 所以你要說因為他沒有文字 他沒有貨幣 所以他的政治落伍 他的經濟落伍 他的文化落伍 我覺得可能用這種方式來看 美洲的古文明會有一些失準 再來這個是他們用節省計時 其實你仔細看他們那個節省 是很複雜的一套系統 那沒有文字當然是我們認為的某種 或者叫缺陷吧 但反過來想他們應該是不需要文字 從這個角度思考可能會準一點 再來在1531年的時候 也就是在科提斯之後的十多年 另外一個西班牙人受到激勵 這個人是比薩羅 因此也效法前輩征服了安地斯山脈的印加帝國 那科本前面有這張我把它放大了 他是從中美洲然後往安地斯山脈直接往南 攻下了庫斯科之後再往南持續地征服 那這個征服比上次的科提斯來得更驚人 因為他全部加起來不到200個人 可是不到200個人卻有很多東西是 美洲的原住民所沒有的 那這個是在賈德代統的長照兵軍鋼鐵寫的 西班牙人有槍號有刀劍跟馬匹 那這些東西代表的是什麼意義呢 你看一下當時的印加人的武器 有石頭、銅、石木棒、狼牙棒、斧頭、彈工 有看出那個差距嗎 當時印加沒有鐵器 我們現在是不是在講歐亞的歷史的時候 鐵器的出現都是一個很大的那個 應該是說生產技術跟武器的大躍進吧 可是在美洲你看到就是一個鐵器跟銅器的對比 而且美洲並沒有啟存任何動物 也沒有拿來打武器 那你知道像馬匹 馬匹是非常高大的 人在馬匹的面前通常是會害怕的 那美洲人從來沒有看過馬匹 因此那個震撼力可能造成的心理影響 那因為我們想說這兩百 不到兩百個人在面對當時印加的八萬大軍 像我們的設想 就是全部人全部撲上去 應該也把他們全部壓死之類的吧 但是其實我覺得那個心理的驚嚇 可能是會把他們不當成人來對待 你知道人在面對經驗以內的事情相對比較容易 人在面對不是他的經驗範圍的 這個驚嚇往往會導致你沒有辦法做一般正常的判斷 更何況天花已經先來到了印加 所以原來印加的統治者已經死了 當時是兄弟在爭奪統治權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背景 那我們如果講一個不太公平的就是 就連老天都站在歐洲的政府者這一邊 以至於一個大帝國也是不久就滅亡了 那這邊大概槍道命軍鋼鐵裡面有講到這些過程 那實際上再傳了一代也就印加也就沒有傳人了 整個帝國就滅亡了 所以你看一下這一張 這是西班牙人自己畫的 這張可能我們看是一個非常平凡的圖片 但他身上的那一身盔甲就不是每周人經驗以內的東西 他拿的那一把刀劍也不是每周人經驗範圍的東西 我的意思是說這種種都讓美洲人是沒有辦法去綁廢的 那後來的南美洲被切成了三大轄區 就是有三個總督在管理 因此整個西班牙人在北美 中美 南美 建立了一個很龐大的美洲帝國 那也打開了一個金山銀山吧 就把這個地方的財富運回到歐洲去 那沒問題的話我們看到232頁 我們今天的第二個部分是要講大航海時代 那這已經是課本最後一個主題了 那其實你要叫地理大發現或大航海時代都可以 課本提到了幾個背景 這完全是課本的敘述 第一個 中古晚期以來西方對東方物資的需求 當然從十字軍動陣開始 東方的香料 後來東西貿易恢復之後 瓷器特別是絲綢對於這些貴族或者王室來講 也是奢侈品的需求 需求越來越大 那根本講一句話 我覺得他寫得不太對 俄圖曼帝國的局限控制 當然跟東方是隔了俄圖曼帝國 可是我們如果單純以貨物的運送來講 不只俄圖曼一個東西中間會轉了八到十手 你仔細想想 香料是不是要從那個南洋區道那邊運出來 再轉手 再轉手 所以其實俄圖曼帝國是當中的其中一手 或許抱有某種的敵意 但是做生意來講的話 他就是其中一貫 所以歐洲人你特別把直接兩個字標起來 他要直接來到東方 避免貨物的剝削 你想想看 香料在亞洲到歐洲 他的價格差了百倍 所以可能在東南亞 在義度洋是很平凡的東西 但來到了歐洲就變成了很昂貴的奢侈品 那我順便講一下 當時的香料其實是保存肉類很重要的 那不是只有調味而已 那在沒有冰箱的時代其實他是非常重要的 再來幾個課本都是一句話 帶我們這一句話把它列出來 第二點 航海技術的進步 那特別像是你怎麼樣在海上航行 旁邊沒有陸地的時候你不會迷航 還有一些像是你怎麼樣有乘風破浪的船 還記得高一我們講到鎮河的時候 提到這一段 可能忘記了 就是歐洲人這個時候是像維京人學的 那個船底是建的 所以它可以乘風破浪 那鎮河的船是不是像臉盆一樣 所以那個船本身是不適合遠洋航行的 第三個 政府跟巨商的資助 你後面自己加上政府指的就是 逐漸崛起了王權 所以就舉個例子 克倫布就是受到了卡斯蒂爾的女王 伊莎貝拉的贊助 所以他從事這個冒險的事業 我們現在都講探險或怎麼樣遠洋航行 可是當時其實就是一個高風險 極可能沒有回報的 所以通常只有那種王室或者非常有錢的 才會把他贊助他 好 那因為巨商贊助後來有一些商業模式的轉變 我們姑且就用一個詞叫資本主義來形容他 因為他是高風險必須有高資本的投注 然後獲得高利潤 第四個 對東方世界的好奇 特別是十三世紀的馬可波羅遊記 這個年大考有考過了 就是說這個東西後來因為歐洲人廣泛的閱讀 因此他們就興起了一波對東方的興趣 然後第五個 對外傳教的宗教熱情 其實課本寫這幾句話 他們的時間都不一樣 我剛剛是不是講第四點在十三世紀 這個可能是在十五十六世紀 航海技術的進步可能很久了 十一 十二世紀以後就一直在進步 但對外傳教的宗教熱情是在十六世紀以後 宗教改革以後 自己補上去 那宗教改革之後 我們知道天主教面臨了很強大的挑戰 所以不是有耶穌會這樣的組織回應宗教改革嗎 耶穌會不久就趁著兩個海外的這些發展的舊教國家 一個叫西班牙 一個叫葡萄牙 是不是很快地來到了浩門 很快地是不是來到了中國的首都北京這個地方 對 所以這個對外傳教的宗教熱情 它指的其實是宗教改革之後 在新的宗教情勢進展之下 但它有很意外的效果 後來整個中南美洲幾乎變成了天主教的新的地盤 今天教宗最多的信徒是在中南美洲 這一點是很令人意外 因為你知道早期它是以歐洲發展作為核心 所以舊教趁著地大發現 有了新一波的它的信徒的聚集地 好 那香料我要特別湊出來講 它是整個東西貿易的火車頭 我先看這一張 這是傳統香料貿易的路線 居間控制的 我們如果說在印度洋是阿拉伯人 陸地上已經是土耳其人佔優勢了 但是我們如果以做生意來講 阿拉伯人從很早就在這個地方活動了 還記得我們高一講到唐朝的時候 不是有士博斯在廣州嗎 那在整個唐朝其實來廣州做生意的 最主要就是阿拉伯人 那個是在七世紀 八世紀的時候 我們現在講到十一一直到十五世紀 還是阿拉伯人 因此阿拉伯人等於是壟斷了這個 這片海洋的它的生意 好 那仔細看下一張 這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的香料貿易路線 從李斯本出發 繞過郝王角到印度的西部 再直接到摩路加群島 這個群島就叫香料群島 它直接控制產地 所以這個跟這個其實就是間接跟直接的差別 所以當葡萄牙人出現在印度洋的時候 阿拉伯人嚇到了 因為以前這條路線是他壟斷的 但再來就是阿拉伯人賺不到 等到葡萄牙人直接把香料運回到歐洲去 儘管香料的價格大跌 因為他直接運過去嘛 他賣得可以很便宜 但是他還是賺了暴利好了 因為以前中間層層的剝削 其實到了歐洲的時候 都只是那個最後的階段而已了 那再過一百年 荷蘭人大部分取代了葡萄牙人 因此來到了巴達維亞 今天印尼的巴達維亞 就是亞加達這個地方 因此它其實大概也是類似的路線 簡單講就是直接控制了香料的產地 那在我們看到的是大唐太時代的發現 從十五到十六世紀 那課本可能是覺得 你們跟這幾個行拍家都很熟齁 你看一下兩百三十二頁 是不是都只有他們的臉 對啊 如果你們不是很熟的話 建議你還是把它寫上去啦 就是 哥倫布好像那個臉比較常看到 達維亞最好是認識啦 說他是聖誕老公公也沒有人反對 他旁邊是有寫啊 他旁邊有寫嗎 沒有 因為他就是那個 他那邊有畫那條線 他有畫那條線 他覺得這樣比較好 他覺得這樣比較到極 那課本這一章你看 當然你會focus是在這些海上的螃蟹 也麻煩你注意到當時從歐洲 一直到中國的幾個大地國 因為這個時期比較曖昧一點 這些海上的強權儘管他們在全世界 航行做生意傳教賺了很多錢 也有一些據點 可是陸地上的大地國還是很強啊 因此有哪些大地國 各位就自己看一下 這邊算過來就有五個了 可以同時留意一下 因為他是同時存在的 跳下一張 這一張我把正和也放進去了 因為正和的行情其實跟地理大發現 算是同一個百年 或者他們只相隔了六十年 正和相對早一點 那我們是不是高一講過 正和不能算是探險是為什麼 因為他是去宣揚國威 他是宣揚國威 搞不好各路也是去宣揚國威 去找明會帝的 去找會帝的下落這我也同意 他不要探險他是去撒錢的 他只是去撒錢的 你們講一些都對 但是我說他不是探險 最主要是因為他走的是一個 是阿拉伯町走了很久很久的路線 我們剛才講嘛 那探險的意思是什麼 有未知的航線 對對對 段榮講對 是你去未知的那個地方 對 都有點在旁邊 你到未知的地方 然後你可能承受了很大的風險等等 你體會一下他們當中的差別 好 再看一張 這個就是路上的大地國 那當然這張是畫得比較詳細一點 那我想回到剛剛課本這一張的話 可能就是一開始葡萄牙的航海加亨利 探索西非的海岸線 這個大概是在15世紀後期 大概14什麼五幾年 六幾年的時候 等到1497年就繞過了好旺角 然後隔年來到了印度的西海岸 但同一個時間 西班牙站住了哥倫布 他認為往西邊航行 也可以到達日本或中國 因此當他抵達了加勒比海這個地方 西印度群島的時候 他以為他到達了中國或印度的外圍 那後來又有一位代表西班牙的邁哲文 直接繞過了南美洲的南端 然後橫越了整個太平洋 但過程實在是非常慘 因為沒想到這個海洋 這麼樣這麼樣的大 來到了菲律賓在1521年 邁哲文本人在這個地方 因為介入當地的一些政治衝突 後來被幹掉了 那這個地方被邁哲文 以他們當時的國王菲律賓來命運 所以這個地方叫菲律賓 是這樣來的 那剩下的船員 因為邁哲文被殺了 他們再繞回來 因此完成了緩繞世界一圈的壯局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過程 如果我們挑幾個點來講 第一個是哥倫布其實一直到他死 可能都還沒有意識到 他去的其實不是中國或日本的外圍 而是另外一片的大陸 這最主要是因為當時人類 還沒有辦法精確地掌握地球的大小 也就是東西的距離 這個就是精度 因此對哥倫布來講 你看這個是實際上亞洲的海岸線 那因為把地球整個估算小了 從托勒密以來犯 就一直犯這樣的錯誤 所以他以為亞洲的海岸線是在這裡 當初他說服國王女王的時候 就是他認為從西班牙往西出發 會比葡萄牙走往這邊的東方航線 來得更近更方便更省錢等等 所以他才會到了美洲之後 以為他到了其實是中國跟日本的外圍 那因此這其實是一個計算錯誤 那要到什麼時候人類才對精度 有比較詳細的了解跟計算呢 大概到17、18世紀了 因此等到那個時候太平洋上的一些小道 才慢慢的被發現 所以對人類歷史來講 這個都是漸進的 不像我們現在有GPS 就是直接全球定位了 這個是哥倫夫更支持他的 伊薩貝拉女王 那因為西班牙跟葡萄牙都是天主教的國家 那這邊牽涉到是第一次全世界的被瓜分 這邊是課本沒有但我覺得重要 在教宗的主持之下 因為他們都是天主教國家 他們都聲稱對方佔有了他 應該是他的領土的一部分 所以各位看一下這一條線叫做教宗植物線 這條線到現在都還是一條可以辨識的界線 因為你都知道在南美洲這一條線的東邊這一塊 現在是哪一個國家 那他畫得不太準 是巴西 所以巴西是整個南美洲唯一的普語區 其他是不是都西語區 所以他是1494年在教宗的調停之下 雙方以這一條線概念上的瓜分了全世界 以東是葡萄牙的 以西是西班牙的 但後來知道地球是遠了以後這一條就不管用了 因為到最後是不是還是會碰頭 那是後來的事情 但在1494年的時候有這麼樣的區隔 那這是西蒲在美洲的殖民地 紫色那一塊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教宗植物線東邊的那一塊的地方 那這一塊地方其實後來的變化很大 我這邊先預告一下 各位看這一張很單純 不是西班牙就是葡萄牙 但到了這一張西班牙的是這個顏色 葡萄牙是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的是英國人 包含了整個北美的東海岸 以及包含了他的循環王 那後來法國人是從密西西比和進來 那因為紀念他們當時的太陽王 所以這個地方就命名叫做路易西安娜 路易西安娜就是路易十四紀念路易十四了 所以我們看到他夾了三層就是西班牙、法國跟英國 那所以今天在加拿大為什麼有一區是法語區 那實際上路易西安娜就是美國中西部也有法語區 他的文化的差異性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但這個我們可能要得到下學期才能記憶部談的 好這樣我們來看一下海權國家的興衰 這一張麻煩把它拍下來 這樣看起來很簡單但很好用 台灣史可以用、世界史可以用、中國史也可以用 主要事件只是列幾個這些強權的地善的重要的事件 那比較主要的是十六世紀是西班牙、葡萄牙 十七世紀海上馬蛇和荷蘭崛起 那當然英國跟法國大概都慢慢也開始有動作 十八世紀變成英法海外的競爭 七年戰爭打完英國大會全勝 大概逐步建立了日不落國 那所以你看這一張的時候可以看到 十七世紀不就是剛好台灣被殖民的那個時候嗎 所謂的國際競爭的時期 為什麼是後來荷蘭人趕走了西班牙人 你從這個結構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你再看到為什麼後來派馬加尼阿美士德 來中國的是英國人 你是不是從這個地方也看得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表格很簡單 但其實他告訴你的就是當時海上強權的 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強權 再來北美洲課長好像有這一張 我們就附帶一題 在235頁 因此這是最早的北美洲英國的殖民地 那紐約這個地方本來叫新阿姆斯特丹 是荷蘭人建立的 後來被英國轟戰了以後改變叫西約克 也就是紐約 那在新阿姆斯特丹的時期 大概荷蘭人同時也佔有了熱藍者城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的是一個歷史的同時性 也就是荷蘭人在北美洲的霸權 以及荷蘭人在台灣南部的霸權 同一個時間荷蘭人也在智粉 在長期這個地方做設議 所以我們其實是因為有時候重點不在這邊 但放在一起講他們其實都同一個時間的事情 好再來 課本有這樣的描述 看一下在課本235頁 你有沒有看到標題寫設立亞洲貿易據點 為什麼標題不是在亞洲有大片的殖民地 來 後面看一下 這是一個問題 亞洲都是貿易據點 可是歐洲人在美洲都是殖民地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距呢 來 我們看一下 亞非都是一個一個貿易據點 譬如說台灣南部的熱藍者城 儘管也往附近去向原住民傳教 並且教導他們從事一些生產 或者繳交鹿皮當稅 但是他控制都是一個比較小的範圍的話 你對比這一張你不會覺得問題很大嗎 所以真的每週都全部都是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 那為什麼在亞洲他沒有辦法做到這一點呢 一句話講的話 因為疾病沒有眷顧歐洲人 歐亞是不是叫做舊大陸 是不是有一個很長期的交流的歷史 所以其實我們在講的是 整個歐亞大陸的發展它是連在一起的 不然你要講物產的交流 疾病的交流 其他的交流 所以是不是當歐洲人來到亞洲的時候 有一些疾病也在等著對付他 或者有一些疾病他以前遇到 可是你看歐洲人到美洲 我們上一節課講的完全不是這一回事 是不是歐洲人還沒有登岸天花 就已經直接摧毀了這一些文明 或者已經部分摧毀這些文明了 所以我們看到其實就是那個 加德代母這個模型 那我們現在時間快轉 什麼時候在亞洲才真正的被歐洲這些統治者 所以大概到19世紀末 什麼八國聯軍大概那個時候吧 中國大概才被瓜分吧 那你看從16到19世紀至少隔了300年 後來為什麼歐洲人可以瓜分亞洲 當然也還包含了非洲 那是另外一股動力 那是工業革命以後的那個新的力量 所以其實我們歷史可以看大可以看小 那我們歷史其實常問的問題 就像剛剛這個 你先看一個現象然後覺得他奇怪 就像我剛剛發給歷史組一篇文章 我認輸就要講一下 你知道最近幾天不是都拿到那個選舉公報 你們不投票但是你們應該在家裡有看到那個公報 你知道所有的選舉當中 只有總統、副總統的那個選舉公報是沒有證件的 選總統、副總統不用再選舉公報寫證件 可是其他的都要 你不覺得這件事很有事嗎 於是那一篇文章我發給歷史組 就在問這個問題 為什麼總統、副總統不需要提證件 然後他就用一個四千字的文章來解決 當然背後其實是花了很多工夫 然後他就去探討那個法令前後的變化 然後從一些新聞報道來討論 對啊為什麼不用提證件啊 蛤? 為什麼不用提證件啊 對你可以看一下 你再介紹 我第一次知道不用提證件欸 其實我直接口頭先回答了 因為你想知道 就是一個是因為電視當時滿滿普及的 電視普及之後是不是在電視上 因為選總統、副總統又是全國性的 他會比書面的證件來得方便 當然你如果是立委每個地方都有 電視也不一定方便 特別是總統、副總統方便 那第二個是因為當時列證件 在選舉公報上有很多的問題 因為那個什麼中央選舉 我們會是不是要審查 因為有些錯字嘛 還有人罵那個不雅的字 就寫個幹 他們說他證件嘛 那這些是不是要審查掉 可是你既然一審查 就會被人家視為是某種權威嘛 所以都後來就是吃力不討好 那特別是總統、副總統這種動輒得救的 所以乾脆後來就取消掉 有東西意思 一個問題提出來 一個現象提出來 然後你怎麼去探討那個問題背後的原因 那他為什麼他得罪其他問題 你可以看一下那篇文章的描述 他有做一個對照 這不是我口頭可以解釋的了 好 那意思我們看到的是剛剛 整個美洲新大陸 跟整個歐亞舊大陸的對比 這是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剛剛初步解決了 再來我們看到大湯海時代 我們最後要談到的是歐洲的轉變 也剩下10分鐘就要下課了 那我現在講的是課本的235到236頁 課本一共提到了幾點 我把它列出來 你自己翻一下課本最後兩頁 商業革命 物價革命 重商主義和物產交流 但物產交流其實不是只有歐洲的現象 但我就直接把它列進來了 好 我們先看第一個商業革命 那商業革命其實沒有那麼難 它是因為整個從歐洲或者歐亞的貿易 現在擴成全球的貿易了 因此有一些新的觀念出現了 那資本主義其實就是錢賺錢的一套思維 那會叫商業資本主義 是因為地理大發現以後 這個時候是以海外的貿易 來累積一個國家的財富 或者促成了整個商業的發展 因此叫商業資本主義 通常在工業革命之後 當時的資本主義 我們就會叫工業資本主義 這只是一個重型不同 稱呼不同 好 再來股份公司 那股份公司其實是因為海外生意 它風險太高了 所以如果說是一個人 儘管他很有錢 他把他的錢投注在海外的探險 結果失敗了 我就請家當場 於是當時發展出一個方法 也就是說很多人就是去投資 那按照他所投資的比例 最後分享他的利潤或者承擔他的損失 好 比如說我投資的是總金額的15% 我到最後就按照我投資的金額的比例 來分利潤或者是承擔那個風險 我想這個東西是一個新時代的發展 好 那第二個是物價革命 物價革命跟白銀流入歐洲有關 同一篇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新的時代 新的經濟跟新的觀念 來 這張很有參考價值 這張其實我們都在中國時提過 中南美洲盛產白銀跟黃金 那後來以白銀更重要 因為他被當成貨幣 所以你看一下這些金銀 就搬回到了西班牙的本土 在塞維爾這個大港登岸 因此金銀豐富了西班牙的國庫 西班牙是16世紀歐洲第一強國 他的國王叫查理 就是我們講過 然後你看到他們又把一些手工藝品 賣到了非洲去 再把非洲把人口買賣 賣到中南美洲從事熱帶栽培業 因為我們講過這個地方的 美洲原住民大量的死亡 因此他為了充沛的人力 就做人口的販賣運到這裡來 然後再從美洲把這些熱帶栽培業的成果 像煙草 像棉花再跟金銀運回到西班牙 來看我手比一件 這個叫大西洋三角貓銀 秋啟師有提過 有吧 YES YES 好 大西洋三角貓銀 待會兒還會再提 但西班牙又另外把他的白銀 千里迢迢地跨越了太平洋 運到了菲律賓 再從這邊拿白銀跟中國交換一些東西 雌情 雌情 雌仇 這一條叫海上思路 海上思路不只一條 這一條是西班牙跟中國的海上思路 所以這個跟這種 其實我們中國史有提到 那這個大西洋三角貓銀又是整個 在十六世紀以後很重要 所以這張圖表其實跟你講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直接講好了 這一張就可以出很多很多的題目了 因為它跟整個世界的經濟都有關係 你看好像白銀活絡了明清中國的經濟 中國第一次稅收以白銀為基礎 是在什麼時候 小老師回答 中國什麼時候稅收 以前都是用銅錢 什麼時候第一次用白銀作為收稅的基礎 明朝 明朝 我還記得是誰嗎 明朝是對的 張居正 張居正對然後一條編法 對答對了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答對然後很驚訝 這樣很多耶 但是 學霸法 學霸法 那因此各位還記得是明代的後期 張居正在民生中的時候 一條編法 那個是因為我們這一張圖上面這條路線造成的 我們現在講的已經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了 好再往後看 因此這一張是大西洋三角貓銀 比剛剛的那個圖來的更詳細 當然它把整個疾風洋流都列出來了 然後把每個地方所造成的影響都列出來 那如果你用概念來顯示 就是剛剛的這個模式 好我等一下會再提一次沒關係 那再來一個是白銀從西班牙又流到了世界各地 那我們剛剛這邊已經講了 它一定早晚會對全世界產生影響 因此它所造成的是物價革命 大量白銀流入歐洲 後來也流入亞洲 最後造成的結果是全世界的白銀量都增加了 白銀以稀為貴 白銀是不是以多為賤 所以是不是你今天買一個東西 本來是用定量的白銀 當白銀更多了以後 是不是要更多的白銀才能買到原來那樣東西 這個東西你要叫通貨膨脹 你要叫物價革命 你要叫白銀變質都可以 那因為中國是一個很龐大的市場 所以白銀它吸納量很大 它造成影響很大 但是對歐洲對一些地方造成的衝擊就很大了 所以請看到後來就是因為物價一直漲一直漲 所以如果你的收入是固定的話 你就慢慢撐不住了 所以其實這個物價革命我們要講的是 對封建制度相對來講是有摧毀 或者加速它的崩解的效果 請看236頁 第一行第二行 物價上漲打擊了所有固定收入為生的 可是它對中國來講就造成了一波 從來沒有過的景氣 我們是不是講過明代的後期 是一個經濟突破的時代 經濟的突破是不是也導引觀念上有一些突破 所以那個時代對中國來講是多彩多姿的 講一條編法只是講其中的一點而已了 那當然資本主義透過整個通貨膨脹 進步的發展 然後再我們看到的是第三點 重商主義 請你再第三點的標題 重商主義給它五顆星 這個詞非常非常重要 236頁 重商主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個翻譯本身有問題 重商主義並不重視商業 是因為當你不懂一個名詞的時候 最後求救就是看它字面上的意思去解釋 然後什麼叫重商主義 我們把兩個影片列出來就這四點 你先在標題旁邊寫上 重商主義流行的時間從1492年 這是概念上第一大發現以後 一直到1776年好 再請學霸回答一個問題 1776年發生了什麼事情在世界市場 哪一個地區啊 沒關係 你想得到都可以講 其實就是想不到才會什麼區域啊 你試一下 對對對 這是跟一個政治上的變化 本來殖民地然後獨立的 哦 對 是不是在1776年 13州殖民地獨立而一直叫美國 我們看到的是 本來13州是一個殖民地 最後獨立成一個國家 那是不是代表殖民地沒有辦法把它掌握得住 英國失去這個殖民地 好 我們等一下講這個觀念 一個一個來 第一個 一個國家累積的經營越多越富強 這是重商主義的第一個觀念 那當然誰最符合它的標準 西班牙 因為西班牙是不是把一個金山銀庫 全部都搬回來了 第二個 國家干預經濟 禁止經營輸出增加經營輸入 因為如果西班牙的強大 是因為它擁有很多的黃金很多白銀 其他國家就會往這個方向走 所以一跟二是搭配的 第三個 以高關稅貿易限制保護國內市場 就是我東西要想辦法賣給別人 可是我要想辦法讓別的東西 不要賣到我的國家 因為賣到我的國家 我就得用黃金跟白銀來換 第四個 殖民地位 殖民母國 提供原料跟市場 所以這個是我們剛剛講的 為什麼跟美國獨立有關 就是因為殖民地是為殖民母國存在的 所以十三州是為英國存在的 結果殖民地都獨立了 不就代表這一套起不同嗎 所以大概到了美國獨立的時候 這一套的想法就慢慢地被淘汰了 你看一下這四點 它是以個別商人 還是以個國家為單位的經濟思想 這個問題重要 回答出來 每個都標國家嘛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一個以國家為單位 所以什麼東西是重商主義下的產物 XX東印度公司 我們高義不是提到什麼荷蘭東印度公司 英國東印度公司嗎 那這些東印度公司是怎樣 荷蘭只有一家公司來經營東方的貿易 荷蘭本來有十幾家啊 可是荷蘭政府強制它整合 因為這些個別的商人 如果在海外彼此競爭 是不是我荷蘭人在海外自己廝殺 可是這樣會消耗自己的力量 我們荷蘭人應該去跟英國人競爭 應該去跟西班牙人競爭 所以我強制這些荷蘭人的商人 全部合足一家小東印度公司 是不是你只能跟英國 只能跟西班牙以國家為單位來競爭 所以你聽我講你就知道 重商主義其實是影響到 那個時代的思維的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公司 它到熱蘭遮程的時候 它還可以執行荷蘭的法律 所以它其實就代表荷蘭政府本身 甚至我們就講那一段是叫和制時期 可是其實來統治的名義上是一個公司 來體會一下重商主義 所以重商主義是一個以國家為單位 如果它真的重視商業 它不是應該讓商人自己去發展嗎 但沒有它強制傷人症病了 那最後我們看到的是新舊大陸的交流 在瓜號寺的地方 那這一張就算英文不懂 看圖片大概也知道 為什麼你有番茄吃呢 為什麼你有香草呢 為什麼你有香草呢 對啊 為什麼有鳳梨呢 為什麼有火雞呢 還有這些東西都是從新大陸吃 舊大陸 舊大陸到新大陸像香蕉啦 還有像什麼蜂蜜 這些東西就是你可以看一個大概 這張我們要詳細的意思 再請看這一張 這是課本的 那它是把具體的品項列出來 我舉例來說 當美洲的玉米番薯來到了歐洲 當然也來到了亞洲是不是玉米番薯 我們是不是其實在高一也提過幾個點 是不是在明朝後期 像馬鈴薯番薯跟玉米也來到了中國 有沒有記得一個政策叫做改土歸流 清出雍正的改土歸流 是在雲貴高原直接派官去治理 因為這個時候漢人在雲貴高原已經很多了 為什麼漢人在雲貴高原已經很多了 帶著番薯上去的 那番薯原產在哪裡 美洲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 我們如果不是以一個國家為單位來講歷史的話 這個物產交流所造成的影響 超乎我們一般人的想像 再來這一張 我們是不是從這裡看到的 就是大西洋三角貿易 還有再比一次大西洋三角貿易 自己在課本寫一下 所以有時候課本提供的線索蠻多的 但你不一定能夠看得出來 再耽誤一兩分鐘 最後我們要看到的是 地理大發現其實是全球化的濫燒 那McNeil 副詞他們寫了一本書 叫文明之王 這本書是用一個全球觀點來寫世界史的 在地理大發現之前 世界各個地方是可以分開討論的 但地理大發現以後 其實全世界就要一起討論 就像我剛剛講 明代後期的中國史 跟世界史同一個時間的發展 他是分不開的 你想想看如果沒有馬鈴薯 今天歐美他們的料理會少了哪些東西 而馬鈴薯是從美洲來的 所以在哥倫布以前 歐洲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那是不是我們在討論 歐洲的飲食文化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很大項目 因為今天像薯條這些東西 幾乎已經是那個 我們在講的有多美化的代名詞 我隨便舉個椅子是告訴你 他影響之大 然後我們這本課本已經全部講完了 然後下一節課因為秋謹要拿去用 所以我們禮拜四考效力 謝謝老師 進去了 看一下麥克風有沒有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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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